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今天清晨四十曲,高雄市古山区大顺一路,龙胜路口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,78岁的周姓老翁及机车遭另一部黑色轿车擦撞倒的,肇事黑色轿车逃逸,古山警分局虽在美术馆路与中华一路口寻货该部车投损轿车,但驾驶不知去向,警方正积极追其中。 警方指出,今天清晨四十曲,一部黑色轿车沿大顺一路往西方向行驶,该部自小客车已因为注意前方状况,在大顺一路与龙胜路口与同向的一部由78岁周姓老翁骑成的机车擦撞,造成老翁人车打的受伤。 龙华派出所表示,黑色轿车擦撞老翁骑成的普重机时,没有停下查看,反而在周遭绕了一圈才回到现场确认老翁伤势。 据目击者指出,驾驶该黑色轿车为一名男性,他与另一部同行的白色小客车乘客查看老翁状况时,警方从监视画面查看发现肇事者已有走路摇晃不稳状况。 在看到目击者聚集现场时,马上与同行的白色小客车逃逸,警方依据目击者提供黑色轿车车号,随后在中华一路与美术馆路口寻获该部肇事的黑色轿车,右侧车头,后照竞损,但肇事者已不知去向。 警方说,所幸老翁仅有擦伤,送医后并无大碍。 有关该名肇事逃逸驾驶身份与相关肇事责任,警方仍持续追查中,并呼吁涉案驾驶主动盗案说明。